大家好 全世界是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个现在是下午的17点50分啊 给大家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啊 一个料啊 一个大料 这个凤凰卫视啊 马上要国有化了啊 这个刘长乐家族要全部退出凤凰卫视了 因为凤凰金融啊 应该也类似于P2P吧 他的那个欠债啊 凤凰金融爆雷了 现在他牵涉了债务就有96个亿 那么凤凰卫视的员工已经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啊 这个凤凰卫视啊 这个他背景不简单啊 这个有中央电视台的股份啊 早期 然后有国家安全部的股份啊 这个跟这个央媒啊 跟官媒 跟这个情报系统啊 都有很深的关联 刘长乐呢 更非等闲之辈啊 刘长乐早年呢 应该就是总参三部的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总参二部的 反正不是总参技术侦察部 也就是三部 就是总参情报部 总参二部 反正是军事谍报人员啊 背景很神秘啊 刘长乐 同时刘长乐搞了凤凰卫视之后 还到呃 常年在香港啊 深耕啊 在香港经营 他的人脉非常的广阔 在香港他还获得了太平绅士的头衔 所以啊 这个大陆的香港的美国的台湾的啊 这个政界 军界啊 党政军 商界啊 财政金融界 学术界啊 刘长乐是这个平汤啊 平汤啊 各行各业他都有他的触角啊 呃 当然了 这个 到底他的这个家族的资本是他个人的钱 还是给其他人代持的 我相信有他个人一部分钱啊 呃 他做了几件事 比如说前些年台湾的选举啊 凤凰卫视啊 马英九啊 陈水扁 他们介入的比较深 报道的比较的不错啊 报道的挺好 然后全程跟拍 然后这是在中国大陆啊 我上过他们好几次节目 这个在我的这个频道的那个 北京侃业力挺任大炮任志强的 我也上过他们的节目啊 我是叫厂下嘉宾 实际上就是观众 但是呢 我呢 呃 也利用那个平台 我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啊 然后呃 当年凤凰卫视 他们说我们是中国大陆 呃 最自由的媒体 最开放的媒体 当年确实如此 所以呢 就是凤凰卫视 他他就是大陆媒体 他叫做 大陆驻香港的媒体 而不能叫做香港的媒体啊 他不是纯粹的这个香港本土的本港的港媒 他是大陆利用香港注册在香港的 当然他还有一部分机构在深圳 实际上他有很大一部分在北京 这个包括各省的那个卫视 卫星电视 其实那个录播呀 这个制作中心呀 节目中心呀 包括广告部啊 很多都设在北京 因为北京这个 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呀 这个官员呀 是吧 这个有才能的 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商人呀 都在北京比较多 啊 所以他们都在北京 凤凰卫视也跟我联系过 大概07年 啊 因为那个南方人物周刊报道过我 所以他们也派两个人 跟我在那个当代商城 就双鱼术当代商城也见过面接洽过 但是我当时的态度就表现出来的 可能我比较的直吧 比较的直 然后对很多黑暗呀 不公平啊 这种不公不义 我就抨击 所以他们后来可能觉得 我还是不适合上他们的节目 接触过啊 接触过 为什么选的当代商城呢 因为对面是中国人民大学 啊 然后中关村这一带啊 还有二炮啊 什么的 他们可能在那有一个办公室 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说啊 这个凤凰金融爆雷啊 这个设债务96亿 说凤凰的员工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 这个凤凰卫视的人 在其他城市我不了解 后来他们在旺京 就原来我住旺京嘛 在那他们也搞了一个凤凰卫视的一个大厦吧 很多员工在那办公 在之前在朝阳公园也花六七个亿盖了一栋楼 但是后来好像不让他们用 好像是因为是缺手续啊 还是哪个领导不高兴啊 是吧 反正附近盖了一个很高档的小区 好像叫钟吕泉 朝阳公园那听说是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儿子曾伟投资的 当然啊 这都是传说啊 都是民间的坊间的传说啊 你也可以说他没影也可以说他有影啊 具体的不知道啊 那么刘长乐的家族要退出凤凰了啊 凤凰要国有化了 另外那个前两天 我看最近就一直有消息 有一个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在爆料说 在凤凰卫视内部你要想上一个新的节目就要陪睡 陪领导睡 他说这个领导咱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拒绝了 拒绝之后那你就靠边站吧 你就黄花鱼溜边呗 你就被边缘化了啊 那么这个女的爆料 他说凡是条件一般的 但是开辟了新的栏目的 都是跟领导睡过的啊 那这么说我们也没评没据啊 但是是内部人的爆料啊 现在看来凤凰卫视可能真是遇到大问题了啊 下一步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我们拭目以待啊 反正这有人给我爆料啊 也是网上传的 说是这个凤凰要国有化啊 不知道这个国有化 下一步是否蔓延到其他的媒体 或者其他的所谓的私营的公司 或者商业机构啊 不知道这股风啊 这个是三级风五级风 还是八级风十级风啊 我们拭目以待好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 Muchas Gracias Amigo Amiga